我就看到她衣服上 沾了一顆米粒 然後隔了一年 那件衣服下裝 假天的衣服就拿出來穿 對 那顆米粒在看 都會有 這個 還不是最嚴重的 還有 我現在經過很多臭水溝 都會想到那一天的情境 喜歡我們這一期的影片嗎 記得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準時 收看到我們每一期的影片喔 馬上通知你 等一下 不愛乾淨又算 有必要加超嗎 就是因為以前我們常常就是 她也會接我 她會騎摩托車接我 我那時候騎車 然後騎車 其實我都印象好深喔 我們就是要從工作完一起錄影 然後錄完之後騎去下一個地方 然後她騎的時候呢 她會 怎麼吃啊 她就會從那個包包裡 拿出壓扁的水煎包 妳說右手抓油門 對 然後這樣吃水煎包 然後她就邊吃的時候 妳知道騎摩托車難免手會黑黑的 對不對 那我就說小鈺 可是妳手很髒 她說不好意思啊 都是用的 不是 因為我們要趕場 我們可能中間沒有時間吃東西 我又好餓 就買那種路邊的水煎包 剛剛課一下 這個是有理由 那時候因為真的很課難 真的 可是呢 比如說我們以前 我印象很深的其中一件 就是我們在以前大學生錄影的時候 就看到小鈺吃飯的時候 坐我對面 我就看到她衣服上 沾了一顆米粒 然後沾了一顆米粒 我就提醒她們 我說小鈺 這裡有一顆米耶 她說喔 好 回去弄這樣 那我們那個節目錄了好多年 對 隔了一年 那件衣服下妝 假天的衣服就拿出來穿 對 那顆米粒在看一個位置 然後我就看著那顆米粒 我說小鈺 妳看我多唸叫 那顆米粒是 重感情 是去年那顆米嗎 她就 哎呀 還在啊 可能沒有洗掉吧 這一年都沒洗過 我說妳確定妳有洗嗎 她說不是啊 因為穿一塊也沒有很髒 沾到米還不知道嗎 沒有很髒 然後我就把它摺一摺收起來 青青的再拿出來穿 青青妳拿去蒸一蒸 還是軟的喔 還是軟的喔 這個 還不是最嚴重的 還有 光乾淨就好幾條了 味道是一個 讓人記憶會很清晰的 妳想到那個味道 妳就會想到當時的畫面 我現在經過很多臭水溝 都會想到那一天的情境 臭水溝 妳帶誇張的臭水溝 我以前自己租房子嘛 然後小鈺沒事就會來家裡 妳記得吧 然後呢 我記得了 然後她來我家的時候 她走進來 她提了兩袋吃的 因為我那時候住在 通話夜市附近 所以她就提了 兩袋夜市的東西走進來 然後我就 我跟妳講說她買什麼 我說小鈺妳有買臭豆腐嗎 她說 我沒有啊 我沒有買臭豆腐啊 然後她就 反正鞋子脫了 她就坐在山上盤腿嘛 盤腿然後就開始弄吃的 我還是一直聞 妳覺得很臭 當天她穿了一條 非常性感的黑絲襪 然後我就開始到處找 然後聞不到 我說我家到底什麼東西 我終於聞到她的腳 然後我就聞到 沒有到惡臭 就唯一唯一 她味道 有時候自己臭 自己聞不到 自己有體會 自己聞不到 都是旁邊的人才有感覺 她本人人不臭 她人不臭 我必須講 小鈺不臭 但她的襪子真的很臭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問她說 小鈺妳的襪子要洗嗎 我就說 好像有三四分沒洗 不是 黑絲襪那種怎麼洗 那個就是直接不要 就換下一件 哪有黑絲襪 我都不洗 我直接換下一件 你們都會洗 妳怎麼那麼有錢 穿得太丟了 妳把日報絲襪穿得月拋了 對 那時候比較窮嗎 比較窮 所以要洗 所以要多穿幾次再丟 不願意洗 太洗了